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掌 我们读诵经典 也是修界定会 我们读感应篇 日诵一遍灭罪消遣 我们读一遍 也减轻我们的罪业 在我们阿弥陀佛里面 多落一次的影响 读诵经典 在我们中国传统教义 是很重要的 一个基本的学习 读诵经典 读诵经典它 主要先求根本智 根本智 是自信的 根本智 虽然儒家没有佛家讲的那么彻底 但是儒道 也都是就根本智 所谓就是 启发我们 每一个人的悟性 这个教学 启发你的悟性 那么悟性 启发的 那么他自信的 智慧 他就会 透露出来 当然这个 透露的 大小层次 高低 个人不同 那么到了成佛是 圆满的 恢复 圆满回归到 自信的波勒智慧 这个波勒智慧是 自己本来记住的 他不是外面学来的 外面学来 听人家讲 自己记得很多 这个是属于知识 知识这一部分 那么我们现在 中国人 都学外国人 注重在知识的学习 没有重视智慧的学习 没有重视 启发自信 智慧 这样的一个 练习 没有 都是学知识 所以从小就 教他 你要做什么功课 你要自己有什么 创意 什么什么 那实在讲都 胡思乱想 学了很多 知道很多 听了很多 知识倒是蛮丰富的 那这个知识 我们要知道 知识有善知识 还有恶知识 有正知识 也有邪知识 那不是说 知识就是 都是好的 有一些 邪知邪见的知识 那也是知识 那引导你去做坏事 误入歧途 所以以前台中联社有本书 叫《歧路指规》 误入歧途的人太多了 佛在任联经讲得很清楚 末法时期 学师说法如狠和杀 你哪里有能力去辨别 什么是正 什么是习理 那这个就是要 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 你善根福德因缘 遇到真正的善知识给我们指导 我们能够听得明白 能够理解 能够接受 这个善根 有的人遇到善知识 他不能接受 欠他他不听 骗他他就跑了 他就去了 没善根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邪了邪知邪见的人 太多了 因为邪师说法如狠和杀 一个 邪师就不得了了 你说像印度那条 恒河的杀那么多的邪师 那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想法 都有他的看法 都有他的看法 都是错误的 都偏差的 充满了整个世界 你怎么可能 能够逃得过这个 邪师的影响呢 所以 我十九岁听经 就没有再 听其他的 就专听老上 这老上他介绍的 我才敢去接触 没有介绍 我不敢去乱听 像牢上介绍的 夏老居士 这个 房念祖老居士 还有他的老师 这个 李炳南老居士 他的著作 去看 还有这些组织大德 我们牢上讲过的这些 大概是这些换围 因为自己 如果定力不够 你接触多了 你慢慢就被误导了 自己也不知道 我现在话叫洗脑 洗脑 用那个 邪恶的污秽的水 来给你洗 越洗越脏 他不是用清净的水 来撒净 撒净就是什么 洗脑 洗脑就是撒净 撒净你要用清净的水来撒 才能把污垢洗掉 洗干净 所以我们佛们就撒净 就是这个意思 用这个形式来 来撒 外面这个环境撒 那环境要把它打扫干净 你要想到 你内心那些垃圾要清除 要把它洗干净 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 洗浊 购屋显明清白 那个叫撒净 把你内心来 斜知斜见 臭的思想 贪生之慢 这个烦恼 洗掉 那个是真正的撒净 所以 这些道理啊 我们都要明白 所以 现在的教学都是教小孩 从小就要 你要怎么样 怎么去发明 怎么创作 要 修订都太挨板了 要活泼 你还怕小孩不佛泼吗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 父母 我妈妈管得很连 我们都还会跑 还会玩 那这个 就是说 这个 佛泼 他在定当中的佛泼 那才不会出轨啊 如果没有定啊 那就是 像炎猴一样啦 乱跑啦 乱撞啦 那就危险了 所以这个 教学啊 这个 古人啊 他是读诵备诵 所谓读书千变奇异止弦 那以前这个 佛门跟儒家呢 教学啊 教 小孩子啊 背经 读经 慢慢长大了 他读得熟悉啦 比如说教讲经 这个经典啊 你读一千遍 那不是老师讲给你听 是你讲给老师听 老师听你讲的对不对 不对给你纠正 你再念一千遍 再讲 不对 再给你纠正 你再念 念到三千遍以上啊 再讲 前面的 抽的 改过来了 大概三千遍啊 差不多 都全部 都对了 那他这 这也不经 他就学会了 那他这样讲出来呢 是他自己悟的 他自己悟出来叫做智慧 那听老师讲吸收进来 那个叫知识 那个不是自己悟的 那是听老师说的 那个知识 所以八大人节经 有 第一觉悟 第二觉知 觉悟 悟从内出 知从外入 知就知识啊 这些常识啊 来到外面 学来的 那么这个叫知识 那么 悟从内出 那么如果你有信念这个根本智啊 你这个根本智啊 你这个根本智 得到了 那你外面吸收的也是智慧 那个叫做后得智 所以 古人教学啊 就先教根本智 再教后得智 那就是善才童子啊 在《怀眼经》表演给我们看 在文书菩萨那边修根本智 开悟啦 然后文书菩萨就你出去参写 去广学多文 什么都去参 好的坏的全部可以去参 在家出家通通去参 那是 后得智 因为它有根本智的基础 然后啊 增长后得智 所以那个后得智啊 你有根本智再去参 这个就 不叫做知识啦 那个叫智慧啊 那个叫后得智啊 所以这个 我们现在教小孩呢 就是我们牢上传授这个 我们老祖宗啊 这个佛门如是道啊 教学的心法 我们要掌握住这个核心了 不然我们一定啊 随现在 这个环境 这个时代 随波逐流啦 跟他这差不多啊 人家都这样啊 如果我们不这样 人家都觉得我们怪怪的啊 那你就随波逐流啦 那我们自己就被转啦 那你还能教小朋友不被转吗 那这个我们要是好好思考的啊 所以我现在讲的就是 牢上传的心法 传的心法 就是修学的方法 就是 这是祖宗传的啦 老祖宗就是这套啦 所以传统的话就是这一套是核心啦 那这个 这一套现在人没有人提倡 他觉得这个是教不住小孩的 那这个 都相信外国讲的 外国讲的都是对的 我们自己人讲就是错的 那自己讲的 你也不甘心去接受 还要找一个外国人讲的这个差不多来 我由外国人来印证那你才相信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心态的问题啦 自己心态的问题你自己没有找出来啊 那 你学到最后啊 不是在学传统文化啦 你还是学外国文化 现在中国人学传统文化就是这一套 我们老祖宗讲的外国人有没有讲 拿外国人来印证 那就是对自己祖宗啊 独自道啊 传统文化 没有信心嘛 上书民族自信心嘛 那自信心我们 大人自己没有先找回来 你怎么能教下一代他要自信心 是不是啊 我们自己都没有信心啦 我们都有怀疑啦 那你还能够叫那些孩子不怀疑嘛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要从我们自己做起啊 你不从自己做起 你怎么去教人啊 这个做不到的啊 先观察自己 要求自己 我现在的心态 那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要赶快调整 依照我们老祖宗 这个标杆啊 来调整 标杆就是我们的一个标准嘛 这样来修啊 我们才不会有偏差 才不会有偏差 这很重要喔 所以这个不欺暗示啊 我们今天写这一句 不欺 欺是什么呢 这不是欺骗别人啊 就欺骗自己啊 是欺骗自己啊 欺骗自己才会去欺骗别人嘛 不自欺就不会欺人嘛 必定是这样的嘛 会欺骗别人就是先欺骗自己嘛 所以我们这个不欺暗示 这个道理很深广的 那么在儒家 讲我们比较浅显一点来讲 浅显一点来讲 就是 圣读 就是你独自一个人在暗示里面啊 那没有人见到 那么你还是跟如同很多人在的时候一样 那一种 不敢啊 随便做坏事 不欺暗示 那比如说收费落 那有人看到啊 那不能收 那没人看到那就收了 那就欺暗示 那不欺暗示说 没有人看到了还是不敢收 那个就不欺 那这个我们比较浅显的 那深入一点的讲就是刚才跟大家讲的 我们先不要欺骗自己 那我们对牢上讲的 他指导的 我们有没有真正去体会 去理解 有没有接受 那这个要问自己 我自己我有没有接受这一个 如果我有接受这一个 我才能去教别人说 这样来学习 如果我自己就没有接受 那教别人学这个 也是很难的事情 所以 这个也是不自欺 不自欺 所以说我们都听牢上的 那实际上 那实际上有没有听啊 很多人都说他听 实际上听的人不多 那先不要管别人听不听 先问我们自己 我自己 我自己有没有真正听牢上的话 听话真干 先问自己 所以我现在也是都是问自己 这个悟道法师 悟道法师 你自己有没有真正听牢上的话 那这个 这个黄寸啊 我要 这个最基本的我要是保持 那么保持这个啊 我们才有 修正的 这一个 标准 就是说我们偏离这个多多元 然后我们有个标准 你可以往这个标准不断来靠近 不断来修正 不断修正 修正到对了 像以前我当炮兵啊 我在外岛啊 我是当发射手 那发射手只是负责发射的 但是有一个瞄准手 一个标杆手 以前那个炮 那现在这个炮不用拿在电脑了 有一个标杆手他要在立那个标杆 然后那个瞄准手啊 分掌下指令啊 这个高度 纬度啊 然后 这个瞄准手要去 瞄准那个标杆 那一不断调整 调整到 对了 那就发射了 那这个 就像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标杆 一个标杆 一个标准 那我们 这个修正啊 才不会错误 修行才不会错误 所以这个不期暗示 这个 道理很深广 那我们 遇到了外面这些环境 我们是不是 会随着他们走 随着他们走 我们也是七暗示 不是说你的躲在房间 没有人看到的 那个七暗示 这个暗示啊 在这个外在的形象来讲 是房间灯关起来 他自己一个人 那个暗示 那这个暗示 大家都比较容易 理解嘛 那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啊 在房间里面啊 不要做坏事 那这个大家比较容易理解 那深入一层就是 你心理 那个房间那个暗示 人家还看得到啊 现在有这个监视器 还看得到 你内心那个暗示啊 有没有自欺啊 有没有自欺啊 内心那个暗示 才是真正的暗示啊 所以这个不欺暗示啊 这个 你看这个可撑可潜啊 大家想是不是这样 不欺瞒你自己的心 就是不欺暗示 那不一定说是躲在房间里面 大庭绑众之下 你这个心鞋子鞋心 你还是自欺啊 甚至在下面 就是演讲 这个几万人在听 那也是去暗示啊 欺瞒自己内心的暗示啊 这些 我们要明了 所以这个老上教我们的 我们要好好来学习 所以大家呢 来读诵啊 大家不要怕累 怕麻烦 多读 读书千遍奇异之间 你读读读 它自然会有悟处 那个就叫做悟 那你听讲知道的叫做知识 自己体悟的叫智慧 那这个智慧呢 有小有大 慢慢有点小悟 累积小悟就成大悟 累积大悟就大车大悟 这是老上传授的 学习方法 愿大家共勉 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